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普丁千金相似度超高 如果真的是本尊 用假名首度接受采访 外界分析普丁可能想营造出 全家都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同时帮小女儿 2024年竞选总统扑路 普丁由夺宝贝女儿 今年4月 叶卡捷尼娜跟俄罗斯富商离婚 普丁立刻要求前驸马 突出一半身家当作分手费 原因很简单 和黑发正媒脸贴脸拍亲密 牵手招 富商被偷抱吃辣膜 让爱女心切的普丁 帮忙出手争一口气 其实普丁家庭生活向来保密到家 当叶卡捷尼娜还是体操小精灵 有同事对外爆料她就是普丁的女儿 随后改口声称讲错话 2015年有银行查证叶卡捷尼娜的真实身份 后来又默默否认 普丁动用权力对媒体施压 显然是公开的秘密 2008年报纸揭露 普丁准备跟奥运国手结婚 后来抱怨立刻被关切 普丁对感情从来不多说 只有2013年离婚留下简单一句话 全俄罗斯权力最大男人家庭关系沉迷 如今小女儿罕见露面 有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引发各界讨论 三立新闻 春节音报道